王傻去一邊 喬嘴州 香港 西貢 喬嘴州又叫喬嘴島 銳島 位於西貢內海 西貢是熱東 澳西州熱西 距西貢碼頭2公里 船程15分鐘 喬嘴州是一個長約2500米的針營小島 東至西寬度大約500米 面積900平方米 最高點海拔136米 地塵 屬於源自1億4千萬年前 終生代 白鶴幾 澳西州群 清水灣組 火山藍石 是香港最年輕的火山岩琴組 屯門組最老 1億8千2百萬年前形成 主要是流氓條紋班狀 流氓岩用岩 流氓則角力和流氓班狀波士 營灰岩石 呈現香港終生代火山活動 最後階段特徵 喬嘴州是海浪侵蝕的最佳例證 標數出海星灣 廈門灣 浪芒灣 石古環等大小海灣和雅角 1845年 皇家光兵軍團在哥連神中衛 負責繪砌香港首張地營圖 除了再有道路 小徑 水道 耕地 鄉村和主要建築物之外 地圖以垂直間距100呎等高線顯示地勢 開創以等高線繪圖香港地圖的鮮河 喬嘴州島上只有三四戶人家 除了碼頭和泳灘一帶 其他都是山地很荒涼 官員去到喬嘴一個海灣 向居民查詢海灣的地名 村民有人問他們從哪裡來 用客家話說廈門 官員聽到的是Half Moon 將廈門灣意譯為半月灣 現在官方是採用廈門灣的 1979年 喬嘴州劃為喬嘴郊野公園 佔地100公頃 是香港面積最小的離島郊野公園 包括鄰近8個海島 最大的是喬嘴州 其他7個小島包括橋頭 白沙州、大產州 小產州、枕頭州 游龍角、斷頭州 喬嘴州兩邊有一個沙灘 西岸的是喬嘴沙灘 南岸是廈門灣 中間隔著高95米的黑山頂 有山路互通 是行山、游水、浮潛、潛水 持牌漁槍、暴雨等休閒活動的熱點 喬嘴州興建碼頭 給街道和小營船隻使用 碼頭沒有公廁 旁邊的石灘就是油人的公廁 被冠以柯史國的北亞稱號 喬嘴沙灘和橋頭之間連島沙州 退潮的時候露出海面 大約250米長 主要是流氓岩頭花崗岩 即石櫻二長岩 經過幾千萬年的海水侵蝕 和冷縮熱漿 外塵和洋蔥皮 葉狀剝落 形成龜裂狀文理 外賣像菠蘿包一樣 因此被稱為菠蘿包石 喬嘴州第一步道位於島嶼西邊 以喬嘴州碼頭為起點 途經沙灘和連島沙州 以名為橋頭小島作為終點 游人在漫步沙州前往橋頭 沿山徑十級登上三十米高的山頭 在視野廣闊最高點 俯陷連島沙州 橫視西貢內海和清水灣半島 小島盡頭是編號182的燈標 即小營燈塔 1981年 香港藝人若興哥哥哥葉智銘 在喬嘴州投資開設北海魚村 供應新鮮海鮮食品 生意大禍 葉智銘再集資千萬元 開設喬嘴島度假區 入有機動遊戲 高卡車 燒烤牆 城網 提供快艇 水上三輪車等水上活動設施 1986年 地政處從附近政府地皮 用短期租約形式 都被喬嘴島度假村作為休閒用途 1987年 買了面積大約11萬呎土地 包括喬嘴島包海魚村和喬嘴島多地段 1998年12月中 葉智銘兒子葉崇仁車禍去世 2001年 葉智銘孫破產之後出家為增 喬嘴島有至少169種海魚 當中包括超過25種 香港罕見 憑藝或異藝物種 例如 憑藝且其立 異藝的管海馬 香港稀有的馬味噪魚 另外還有海葵 海森、海星、海膽等等 其中在東面有多種硬珊瑚 84種硬珊瑚入面佔45種 大部分是脆弱的牡丹珊瑚 覆蓋超過50% 其中包括世界少有 香港優勢品種的扁澳珊瑚 2002年 喬嘴島設立珊瑚保育區 2008年 喬嘴島成為香港地質公園 漁護處在公眾碼頭 蓬佩奧市鑼垃垃圾江石灘 發現角力岩 是火山爆發的一陣 岩石碎塊和火山寬聚合而成 2009年 喬嘴島成為國家地質公園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草耳設合喬嘴島海岸公園 和牛美洲海岸公園 各佔198.5和138.3公頃 蔡志明位於喬嘴島東面部分土地 立入郊野公園範圍 2008年 蔡志明和政府商談 發展喬嘴島成為度假樂園可行性 希望政府主動促成度假項目 2009年9月15日 蔡志明積資300多萬展開工程 包括修緝九北海漁村夜總會酒樓大屋 在私家地範圍內興建一圍牆 興建一圍牆 興建一座未經申請的兩層建築物 屋乳署發出偵察令 蔡志明未有在限期之前偵察為例建築 被屋乳署釘契 2011年年初千下工程完成 喬嘴島升級為世界地質公園 2014年 蔡志明積資超過1000萬大興土木 發生失修多年的別墅和池塘 霸佔超過21000尺棍地 打造成佔地超過15萬平方尺的私人樂園 香港地馬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鎮陽就說 協會早前曾經到過橋咀舟視察 知道有關工程 暫時會發現工程破壞附近環境 會密切留意建築物排污水處理系統 會否影響附近海水水質和破壞土上環境 2月13日地政署證實 那日定向業主霸佔官地 已是業主發出警告 施令停止佔用官地 2015年5月 漁龍二元護理署 在橋咀舟東面設置 不宜定帕區 減低船樓對山門破壞 2015年到16年 橋咀舟收足長1.6公里的行山徑 連接阿門灣和橋咀政貪 開頭主是石吉 中斷就是泥路為主 2017年 店本落實重建橋咀碼頭 成為西貢區兩個社區重點項目之一 3月30日 西貢區議會和西貢民政事務處 在橋咀碼頭舉行 重建橋咀碼頭工程啟動典禮 奉土儀式 2017年10月15日 颱風卡魯集港 多名來香港去橋咀舟遠足露營的內地人 街道停航後被困在島上 共產露宿 涼水耗盡 氣寒交逼 其中10個人中午報警求救 風勢稍減後獲得街道接載 游水京林護航安全範底西貢碼頭 2018年12月8日 漁龍自然護理署公布香港珊瑚礁普查結果 橋咀舟北的珊瑚覆蓋範圍達到78.1% 預護處為了保護那個地方或珊瑚保育區 2019年6月9日 正會重建的橋咀新碼頭啟用 橋咀舟明列世界第一公園 成為內地香港生態遊旅行團的行程 權費由百多元到四百多元人民幣不等 2019年8月 Facebook群組香港遠山之友 遠山人士直斥內地遊客 在橋咀泳攤責營 樓梯堆堆積如山垃圾 衛生情況惡劣 2020年4月29日 Facebook群組香港遠山遠足之友 吹水山谷 一個大媽發帖和上序多幅圖片 說年島沙洲掘海參有收獲 網民批評大媽破壞生態環境 大媽解釋已經全部放生 但網民不相信 大媽霸氣地說 放不放關你什麼事 強調 我都是土生好獎的 2022年4月15日 復活節假期第一日 Facebook群組香港遠山新手交流區 網民分享照片 橋咀泳岸邊擠滿遊客 岸坦上有不少遊客就地責任 橋咀泳交通 現在有多一家公司提供橋咀 周街道服務 搭船一陣 要與其次顏色 分別船隻鎖水公司 連遊廈門灣 即半月灣和橋咀泳 可以和船公司購買 來往兩頂船票 大約60元 地主 遊覽地質境的安全指引 照值將對時間 幫潮水高度低於1.4米那一陣 才可以環過年島沙洲 並且要注意回程的時間 至少